腾讯体育10月2月逊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,主帅德·安东尼表示,球队会把季前赛当成是彩排巨打,球员的上场时间会是20到30分钟,要是谁累了,就把他换下来。 林书豪付出4分3助攻,老英勤体育5号秀锦16中午德·安东尼将不会让球员打太长时间10月来0,气温下降,德·安东尼赢吧,现在是时候了,今年的季前赛期间,火箭队将会打5场比赛,这其中也包括了对阵CBA球队,上海东方大鲨鱼的比赛。 利用这段时间,德·安东尼会去调整阵容,会去尝试不同的组合,随着前锋坎克的缺席,德·安东尼可能会让卡梅隆·安东尼首发出场,给他一些时间去和克里斯保罗还有詹姆斯·哈登大盗。 随着安东尼成为首发大前锋,詹姆斯·恩尼斯二世,将会成为球队的首发小前锋,以前,很多人都认为,季前赛是无意的,但现在,季前赛对于球队磨合阵容,有着非常大的价值,无论如何,我们都会尽快准备好的。 德·安东尼说道,我们将季前赛的比赛,视为是带中彩排,这是一支经验丰富的球队,很多东西都很轻松,你试着让他们找到最好状态,你不需要叫他们太多,只需要一点点的去改变。 我们要确保我们每场比赛都会以正确的方式去对待,他们会去打20到30分钟,我们会看看比赛会如何进行,我们会看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,如果有人累了,我们可能就会把他们换下来。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,火箭会先后对着孟非斯灰熊,燕蒂安的步行者,圣安东尼奥马斯,这是三场非常有价值的比赛,作为篮球运动员,我觉得我们找到比赛状态最好的方式,就是去上场打球。 没有什么其他方式比这样更好的了,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团队,比赛都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好的感觉。 哈登说道,火箭确实需要一些时间,去实验不同的组合。 今年的训练中,保罗和哈登基本都是在一族,因为比赛刚开始,还有快要结束的时候,两人会同时在场。 但是上个赛季,保罗会作为场上的控球后卫,去带领球队的第二阵容。 而训练营中,这个人全是新元麦克尔卡特·威廉姆斯。 但是继前赛的比赛,保罗需要和麦克尔搭档,安东尼也会获得更多时间去和保罗搭档,即便是坦克回归。 火箭队的两位替补内线,哈尔滕斯坦因还有周琦,今天都回到了球队的训练中。 马魁克尔卡特·威廉姆斯需要去证明,他能否守住自己的位置,就是尝试融化,看看谁和谁在一起搭到更好。 德安东尼说到,唯一一种找回状态的方式,就是上场打球,让他们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中,找到自己的状态。 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,麦克尔未打无球会怎么样,现在我们想去看看,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球员,在不同类似的情况。 这也让美场,比赛,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。 隔分 隔多 隔佛